走进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 就像进入历史的画廊 巨幅的油画、浮雕、塑像 展示着美国四百多年的脚步 在四个门口上方各有一幅浮雕 记载开拓时期的四个事件 北门上的那一幅名叫佩恩与印第安人的条约 讲述了1682年的一段历史 伏雕右侧的英国人叫威廉·佩恩 他是17世纪英国著名拓荒者和作家 出身于航海及贵族世家 父亲是英国皇家海军上将及国会议员 威廉·佩恩是虔诚的贵格会信徒 贵格会是在1650年 由英国的乔治·福克斯创立的新教派别 一般称公仪会或友爱会 福克斯曾劝诫会众们 对上帝的话战斗吧 有个法官以此嘲笑他们是一群战斗者 但教友们觉得听到上帝的话就发抖 并不丢脸 乐于接受这个称呼 卫克斯成了更响亮的名号 贵格会致力和平原则 反对战争和暴力 爱他人如兄弟 倡导宗教自由 人人平等 见人直呼其名 不加尊称 即使见到国王也不脱帽 佩恩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 写了许多作品 劝告信徒持守基督精神 并因此在英国受到逼迫 曾四次被监禁 他在狱中写的《无实价、无冠冕》一书 成为基督教文学的经典 他父亲去世后 佩恩请求英王赐北美的土地 让贵格会容身 查理二世觉得这是一举两得的交易 既能偿还基欠佩恩父亲的巨额债务 又能把那些经常抗议的贵格会众 打发得远远的 1681年 查理二世把北美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赐给佩恩 面积相当于中国福建省大小 一笔勾销了所欠佩恩父亲的债务 佩恩成了世界最大的非皇家地主 并获得了治理该地的所有权利 佩恩马上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事 地主花钱买自己的土地 佩恩认为 这片土地属于莱纳佩印第安人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 他们就世代生活在那里 他决心以公平的价格购买土地 1682年夏天 在特拉华河畔的一棵大榆树下 佩恩与莱特佩印第安人海归族首领见面 按照贵格会的传统 佩恩不带任何武器 他用印第安人语言说 朋友们 有一位伟大的上帝 他创造了世界和万物 你我和全世界人的生命都是从他而来 这位伟大的上帝 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中 命令我们相爱相助 不可互相残害 印第安人首领塔曼内德的回答 更有诗意 只要小溪和河流在流淌 太阳、月亮和星星不朽 我们就会爱上威廉佩恩和他的孩子们 圣经上说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该条约使宾夕法尼亚的土地购买正式化 并使殖民者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和平友好 持续了近一个世纪 见证签约的大余数 在1810年被暴风吹倒 人们在那里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1893年正式开放为条约公园 古今中外 国家或民族的疆界 大都靠血流成河的厮杀来划分 佩恩用行动让世人看到 基督信仰所带来的民族和睦 单凭这件事 佩恩就足以名垂青史 但这还不算他对美国最大的贡献 请继续观看伟大的航程下一集 有爱之沉 每天一点点 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